初见你是小团团,再见你是小球球 根据科创版日报报道 斗鱼知名主播一条小团团确认被捕 消息一出冲上热搜 而热搜第二的就是PDD 与此同时,之前因涉嫌开设赌场罪 被执行逮捕的斗鱼CEO陈绍杰已被取保候选 其实早在2017年 斗鱼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组织赌博的行为 主播会利用办卡或者打赏的方式 引导观众进入到奖池 在开奖后再将奖金撕发给观众 甚至连斗鱼官方都出台过魔法求文字话术 用于指导主播如何在该环节规避风险 这赌博性质包锤的 在之前公检法联合出台的 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 有详细的描述 各位可以去学习一下 有的人因为他丢了帽子 有些人兜兜转转还是交了罚款 有的人至今还在出游避难 赌博终究是害人害己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